好啦 我希望大家在過年期間內有這個好好的把這MXNet的操作好好練好 這個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都弄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我們要上什麼 就是在上節課以前啊 我們教大家原理推道 然後到這個就是 到這個就是MXNet操作的時候 我們都在用最傳統的這個身體網路多層感之機嘛 那現在我們要做什麼呢 現在我們第一次要面對圖像 圖像這樣的資料格式 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它實際上的結構 實際上如果你看到一張影像 以這個9這張圖來講 這張圖它的像素是28x28 那我把它放大顯示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些好像鋸齒狀的感覺 那這28x28的矩陣 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格式它會長這樣 這是一個大矩陣 然後大部分的地方可能是0 然後白色的地方可能是1 白色的地方假如說是255好了 這個它通常是從0到255 的一個就是Variorate這樣子 那主要說1的 我如果講數字1的話 好不好 它大概就說長的有點像這樣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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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主要說它可能有點斜斜的 它大概長就有點像這樣 這樣你會不會覺得這樣 就這個惡物連出來就有點像1的感覺 對不對 就數字1 你看你像,那其實這個圖像他就只是把這個矩陣數值對不對 從這個本來,如果0的話他就放黑色 然後255的話就是純白這樣子 那中間如果是128那就是剛好各一半的灰色 那那個顏色會去描述他的這個灰度 好,這樣大家知道圖像是長什麼樣子啦 好,那這個這樣的一個資料,如果是彩色的圖怎麼辦 彩色的圖就是這個東西野三次 就是有三個這個東西去描述,分別描述紅色綠色跟這個藍色 好,這樣可以吧 好,那是因為人的眼睛就只能看到這三個顏色啦 所以反正你所有東西都一定是用這三個符合起來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講一個重點啦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矩陣 我們手上就有很多這樣的矩陣嘛 我們有很多張圖分別描述不同的數字 是不是就代表一個矩陣對照一個數字 一個矩陣對照一個數字,對吧 那我要怎麼對這個矩陣進行運算呢 欸,我們現在搞不清楚我們要怎麼算嘛 對不對,這個variable的意義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對不對 你說,第四之三個像素 它的虧度值有什麼意義嗎 好像有點意義,但是你又講不出它的意義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要怎麼樣做 我要怎麼來做分類的 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啊,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variable 當作是換個顏色筆好了 這是我們的XY,這一格是我們的X1,X2,X3,X4,X5,X2,X7,X8,X9,X10... 那樣子下去 好,大家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這就是說這個 我們啊,可以把這個矩陣 把它換成,假設這個矩陣對應到的數字是1 我們可以把它換成一個資料表 sex,這個真的是X1,X2,X3,X3,X8,X8,X2,X3,X8 好,於 Y 以這樣圖來講,它是不是就可以換成Y1 那X2是什麼 把它換成一個什麼 X2......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換成一個這樣的資料表 這樣大家可以激烈對不對 我可以把資料從這樣子轉成這樣的一個RAW 那這樣這個一個弱我就可以拿去做多層感觸機了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嗎? 大家應該都可以接受吧 大家都可以接受 阿江森竟是跑到哪裡了 他放棄了 也沒關係啦 他放棄了就算了好不好 我們不用不勉強 那我們先把檔案讀進來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先把這個檔案讀進來 等一下大家要自己下載喔 好 這個檔案讀進來之後 我們先看這個原始檔案長成什麼樣子 DAT DIM就是dimension的意思 好 它是一個42000x785的一個資料表 我現在直接按head 我們不是很喜歡用head的這個函數來找嗎 欸 你看到 是不是就是pixel label 就是指說它的這個 它的那個 數值是什麼 像這個數值是1 那它後面的pixel 0 到pixel 這個 就是783 就是在描述它不同灰度的這個值 所以其實我們讀進來的DATA 它本來就是這個格式的喔 大家知道嗎 它本來就是這個格式 那我們要怎麼看一下就是 那這一些檔 這一些數值 它真的可以組合成 1 這樣子 我們要怎麼做呢 來 大家看一下怎麼做喔 首先 我們試著把它分成 training sample跟 那個test sample 這樣可以吧 我們先分成training跟test 好 我們把它分成0.6 60%是training 剩下是這個test 好 做完了以後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trainingX trainingX的第一個column 它是不是有 它是不是有很多像素 這個我現在看不出它是什麼圖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是我們可以把它 變成一個matrix 我現在這樣 就等於把它變成一個matrix嘛 然後它的 RAW是28 那因為它有784個數字 所以它就會變28x28 我們按下Enter看看 欸你們覺得好像有點形狀在裡面了 看得出來吧 0就是那個 好 那我們用imageshow把它秀出來 8 原來數字8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training sample的第一個 YLabel是不是8 欸是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再看一下第二個好不好 好 我們這裡改2 第二個還是8 第二個數字還是8 欸它長得不太一樣 對吧 好 所以說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了吧 我們現在有了很多trainingX 也有很多Y 那我們要拿它來training一個model 那拿它training完這個model之後 然後在test上面 來看它的performance怎麼樣 好不好 這樣有了解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嗎 應該很簡單吧 好 那如果你了解了以後啊 我們現在啊 先 我們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把這個檔案寫出 好不好 這個這樣子的話 等一下我們比較方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做的時候 會比較簡單一點 好 因為就是分兩個檔案 一個是training一個是test 這樣好不好 我們把它寫出 好 所有人都要寫出喔 不然等一下層次會跑不了喔 好 這樣子 這樣子我就寫出啦 寫出來的檔案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training data 跟test data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 我們寫出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開始做training神經網路囉 但是我們要怎麼training呢 我們要使用 這個 我們就先把它複製貼上好了 然後再來看看效果 還記不記得 在我們在用mxnet的時候 然後我們需要寫好幾個語法對不對 其中第一個最重要的是 Iterator Iterator當初的結構長什麼樣子 我們給大家複習一下 剛好東西沒有刪掉 來 首先要有一個 IteratorCore對不對 Core function MyIteratorCore 然後再一個 MyIterator function 然後最後才產生那個 Iterator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把它複製貼上 我們看一下 到底差別在哪 好 來 大家看著 你有沒有發現 MyIteratorCore不見了 為什麼不見了 喔 原來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事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啊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本來的 MyIterator function 它是在裡面 這邊引用了 MyIteratorCore 這個 function 還記得嗎 我們再回頭一下好不好 回頭 我們看一下 MyIteratorCore 這裡面去描述 我怎麼去產生新的Data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這個 function 我不是說結構都不准改嗎 好 那接著呢 MyIterator function 在這裡 它是不是引用了 MyIteratorCore這個 function 然後這個 MyIteratorCore 它的 function的參數有 BenchSize 一個 一個參數而已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喔 我如果把這一串 改成我們剛剛的語法 你會不會發現 MyIterator function MyIteratorCore 它就不見了 它直接變成了 取代掉的是 MXIO csvEther 這個東西 這個函數是什麼咧 我們等一下問號一下 這個函數啊 其實就是 別人已經寫好的 MyIterator functi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別人已經寫好的 MyIterator function 它的 Input是什麼 csvDump 它的 Password 然後跟這個 DataShape DataShape這個很重要 我們總要知道 我們現在 讀進來的這個檔案 它的DataShape 是長什麼樣子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還有這個 BenchSize 好 大家看一下 這個東西 讀進來了以後 讀進來了以後 它是不是變成 csvEther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這個csvEther 它 它 它在這裡 它是直接繼承 它沒有什麼換掉 好不好 那在這裡咧 我們就把裡面的 Value的Data 把它變成Value 那這個Value 它應該就是一個 它應該就是一個 這個 就是 N 就跟你的BenchSize有關 N乘以這個 就是 784的這個 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N乘以784 好 那接著咧 接著我要把它改成 這個 它 因為那個MxNet 用MxNet的function 讀進來 它的那個 XY軸 就是它的XY軸會 就是它的那個 Dimension的順序會 會調換 所以它變成 785乘以N 那我在這裡咧 我就可以把 Value X變成 第一個 就是變成 784乘以N 然後把 Y變成 1乘以784 然後把它變成 0到9的 其中就是 把它變成 0到9的這個 就是 的這個 就是SoftMax的 這個function 好 那接著 就只是把它變成 那個 MxNd Array 然後把它輸出 好 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這個Iterator 當下這個Iterator 在這裡 這裡我要用 Lesson 6 好 我剛剛說 為什麼Data要寫出來 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現在全部清空 然後按下Source 我們現在就是產生了 MyEter這個東西 對不對 MyEter這個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跟之前的用法完全一樣 先Reset 再EtherNext 好 現在True嘛 然後接著 我們把 Value把它抓出來 現在我們的MyValue 裡面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 好我們來看 Names MyValue 裡面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Data 一個是Label 對不對 我們先看Label好了 這個代表什麼 數字8 為什麼 第九個數字是數字8 因為是0 123456789 這樣可以吧 第二個是什麼 數字0 第三個數字0 對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就是Data 第一個是不是數字8 好了 好這樣就是 MyValue裡面的Data 裡面的第一個 第一個數字嘛 對不對 把它變成影像 把它秀出來 數字8對吧 我們來看第二個 0 第三個咧 應該也是0嘛 對不對 第四個照道理講 就是8了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按錯了 按錯了 喔喔 第四個 不是第八個 好又是8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只是每個人手寫的這個狀況 不太一樣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MyValueData裡面的Dimension 長得什麼樣子 好 七八四乘以二十 所以我們現在每一個Bench 是不是就用七八四乘以二十 你現在把它想成 我們上個禮拜 這個Input的矩陣是 四乘以二十對吧 就是那個IRS的Data 它的四個變相 四乘以二十 我們現在只是把四個變相 變成七百八的四個變相 所以應該沒有想中那麼難吧 對不對 這整個過程大家了解吧 這個Iterator 上個禮拜叫你們熟悉 上一次上課的時候 要你們熟悉這個Iterator 怎麼去寫啊 其實在這裡你就會發現 我在這裡繼承別人的Function 用起來毫無這個 毫無違和感 這樣子 好那我先跟他講一下 為什麼我要引用別人的Function 因為啊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那個CSV檔它可能很大對不對 它Sample很多很大 那如果我是用這種方式寫的話 這個檔案連讀進來都不用讀進來 我需要用到哪裡的時候 再把它讀進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現在繼續 來看我們的Iterator要怎麼寫 好這是我們上週使用過的函數 我們先把它照抄好了 好我們在Run的這裡 我們先把它照抄 喔其實我這裡已經超過了 好我們先把它照抄 好那我們在Iterator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改變 我們直接用5層深的神經網路 這個會不會很難寫啊 應該不會吧對不對 Data進來先進Fully Connected 變FC1 Number of Heiden是50 代表它從784變成50對吧 可以接受嗎 784變成50 接著經過一個Radio 然後再經過50的Fully Connected 然後Radio Fully Connected Radio 到最後疊了很多層深之後 我們再給它Softmax 這樣可以接受吧 啊Softmax 那個總共要10個維度 為什麼 因為我們總共10個數字嘛 對不對 0到9總共10個數字 然後後面就是 那個MlogLoss的這個Cost function 好我們把它全部複製貼上 好就這樣 看起來應該沒有很難吧對不對 好現在opminer的部分 是完全不用改嘛 對不對opminer只要 這個 欸opminer我剛剛放在哪裡啊 在這裡 opminer的部分 我們在 那個範例我們選用的是Aden 那我們就繼承就好 好接著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這個可以關掉了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來Run了 我們來Run的時候 我們注意一下 這一次我們 好我們先用CPU試試看好了 我不知道用CPU跑多快好不好 好我們 我們用CPU跑的時候 我們這裡還是先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TEST TEST X把它抓出來做預測 但是我們要先把這個TEST X把它讀進來 我先跑好了 我先跑然後把東西還給你們好不好 我這邊是200代嗎 200代好像有點太多了 30代就好了 好我們來試一下 等一下 再看他一代要多久好了 我搞不太清楚欸 欸其實也不算太慢嘛 2000多個Sample 一代 2000 一秒可以除以2000多個Sample 我把它換GPU好了 我來試一下 欸 現在同學用的GPU比我還要高級 大家可能會發現這個 大家可能會發現 欸我的速度好像不太夠看 好剛剛是2000多個Sample一代嘛 對不對 那我們用GPU來看的話 欸 反而變慢了 可能要等他一下 好啦可能要等他一下 因為那個GPU剛開始開的時候 會需要一些時間 熱機這樣子 GPU大概熱機個幾秒 那他在那種小Sample的時候 就會有點影響 好幾乎沒有差別 好啦沒有關係啦 這個 這個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沒什麼差別啦 越後面你會發現 差別越大這樣子 因為你的網 你現在就是 大部分的時間 恐怕並不是在運算 而是在讀檔跟寫檔這樣 讀取檔案這樣 這樣了解了嗎 就是 現在你的training任務裡面 80%的時間 恐怕都是寫 讀取檔案 這樣子你用CPU還是GPU 根本感受不到他的差異 但等到你大部分的時間 都在運算的時候 你就會感受到他的差異了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把 這個 東西還給大家 螢幕還給大家 大家到了這一步 並且把結果寫出來之後 需要做什麼練習 你需要做深淺網路的比較 我們剛剛在這裡用的是 一個 到FC6 對不對 六層深的神經網路 我們希望 你可以試試看 兩層深 或者是三層深 或一層深的神經網路 然後我們來看看 Performance差了多少 好不好 理論上越深的網路 Performance應該要越好 對不對 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 十層深的網路 看有沒有更好 好那我們先給大家試一下 好不好 然後你們可以用GPU來做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Performance 理論上 就是等一下 大家實驗做出來 應該要 這個 Performance應該是要 這個 就是 一致的 一致就是說 就是 會 呃 陳述越淺 然後Performance就越差 這樣子 為什麼勒? 因為圖像你可以想像 你對這個東西做線性回歸 你可以解釋嗎 那個什麼 第10個像素 它的灰度值 跟是不是1 有什麼關係嗎 鐵定沒有關係 對不對 因為 這個東西它是不是1 或是它是不是幾號數字 這件事情 應該是很多東西 組合起來的結果 它不可能是線性的嘛 我們可以理解這件事情吧 所以說 這個東西 它乘數越深 絕對就是越好 這個是毫無疑問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 第二個Part 就是捲機神經網路的介紹 這個Part非常重要 我們好好講 今天最重要的Part就是這部分 這個Part是在說什麼呢 首先啊 我們先來講一下 這個圖像 我們把它拆成 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1 它把它平移到左邊 同樣的1 我們把它平移到左邊 它的這個 每一個變相的數值 是不是都改了 對吧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我把它平移到左邊 變相的數值都改了 可是你眼睛看起來就還是1 對吧 可以理解吧 就是你的圖像是可以平移的嘛 對不對 今天一個貓咪 它出現在圖像的左上角 跟圖像的右下角 還是哪裡 這不是意思一樣嗎 對不對 那如果我用剛剛的方法 它有什麼缺點 它最大最大的缺點 就是跟我的眼睛的 就跟我眼睛看世界的想法 是不足的 對吧 今天這個 柯米嫂在那裡 對不對 我眼睛轉過來了 它還在我那個方向啊 對不對 可是對於 按照我們剛剛的流程來講 我們 那一張照片的那個 變相的那個 排列組合 就完全不一樣了 對吧 可以理解這些事情 知道我要講什麼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要想一下 我們眼睛到底怎麼看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知道我們眼睛怎麼看的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Preditioning Function 設計成跟我們眼睛很像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有機會 達到更高的Performance 因為我們實際上 並不是透過 右邊那個方式去做預測嘛 對不對 我們實際上是用眼睛 看到之後 大腦處理 這樣可以理解 我在講什麼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啊 那個人家發現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們的眼睛有個特性啊 就是我們後面的視神經啊 你受到刺激的東西 不管是出現在你視野哪個地方 他都會受到刺激 也就是他就是全 目前眼睛整個視野 做全局的掃描 掃描到看到有什麼 那顆神 那個神經元都會 就是都會被highlight 就是說他都會傳電往後傳 這樣子 大家懂我意思吧 四神經都是這樣傳的 好那他發現一件事啊 其實我們的最初級的四神經元 他其實能夠辨認的這個 形狀啊 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很少 就來說像 貓咪啊他受到什麼樣的圖像 他不是說要看到一個人臉 他才會受到刺激喔 其實他的這個神經元 他可以被區分成 可以看到不同 線條 就是一些很簡單的這些組合 那他才 就會被highlight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齁 好那如果你懂了這個意思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 我們的重點就是 我們要怎麼把我們的Predition function 設計成 符合這個 就是 就是四神經的這個研究 好那這個研究是這樣子 這個圖像 他本來是一個矩陣對吧 那我 完全沒有必要把它 壓成這個 變相 對不對 我們就 你他本來是矩陣的形式 處理他不好 對不對 那並且除了用矩陣的形式 處理他之後 我們現在介紹一個很神奇的東西啊 這個東西你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他公式怎麼寫啊 這個東西叫捲擊盒 這個捲擊器 convolutional filter 這個捲擊器啊 他這樣子 現在這個1啊 你把它想成就是白色 0就是 0就是黑色 這樣可以吧 這應該很簡單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捲擊盒 他在掃過去的時候 他這邊右下角有一個紅色的數值 乘1乘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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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1乘1 對吧 你有沒有發現他乘1的那個部分 剛好是一個XX 可以接受吧 那乘0的部分就是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他經過 他這樣子 掃過去的時候 他等於對這樣的一個3乘3 讓他的數字跟我捲擊盒上面的這個數字 做相乘 相乘之後加起來 其實就是相當內積嘛 這樣子 先 各按人數相乘之後累加 可以接受 這就是內積 內積出來的值啊 他把它放到右邊 那我問一下各位 右邊數字越大代表什麼 代表他的那個XX的捲擊盒 捲的就是 越符合那個XX 懂我意思嗎 你如果在他XX的地方 都是1 剩下都是0 那捲出來是不是5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那你如果說 那你說這樣子 如果整全部9格都是1 他捲出來是5 對不對 這樣這個捲擊盒好像有點爛 我承認這個捲擊盒有點爛 這個例子不是很好啊 但是你可以想 那如果我有捲擊盒 是1 如果現在有個捲擊盒啊 是這樣子 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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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這樣我是不是強迫他 一定要在這裡是 強迫他這裡的數字越大越好 這裡的數字越小越好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找到XX在哪 對吧 這樣子我拉出來的 那個後面的那張圖 就是我捲擊完之後的圖 我們叫捲擊完之後的圖 呃 他在這裡是這個 講說這個convolute的這個 這個future 啊這個 高階特徵圖 他數字越大 就代表越符合我那個捲擊系 想要抓的特徵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過程 雖然說看起來操作有點複雜 他本質上是相愛內積對吧 意思是什麼 本質上他也是一個 他也是一個 矩陣成本 他也被換成矩陣成本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換 好不好 我後面有沒有寫要怎麼換 我們先看他怎麼換的 原始的X 現在的X矩陣 要被W矩陣進行捲擊的時候 他的輸出 最終的輸出 我們希望O1是什麼 O1是 這4個跟這4個相乘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可以理解吧 那 O1-2的輸出是什麼 這4個 同樣的4個 跟 這4個相乘 對吧 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 簡單的轉換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矩陣 把它轉成X' 怎麼轉呢 來 1-2-3-4 這邊1-2-3-4 這邊1-2-3-4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1-2-3-4這樣排好 對於第一個捲擊盒要捲的地方 我們把它排在第一個RAW 這樣可以接受嗎 對於第二個捲擊盒要捲的地方 我們把它排到第二個RAW 這樣可以接受嗎 第三個捲擊盒要捲的地方 我們把它排第三個RAW 只是有一些元素有重複 就來說2-2是一直重複的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2-2是一直重複的嘛 對不對 9個數字變 16個數字 總是要有一些數字重複嘛 對不對 好接著下一個 那我的W 本來是長這個形狀啊 對不對 那既然我都已經把X 換成X'了 我W也可以換成W'啊 對不對 W'我把它換成這個形狀 把它壓直 這樣可以吧 那這樣子我的X'跟W' 不是就可以相乘了嗎 可以吧 可以直接相乘 直接相乘的結果 就會產生一個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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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W的槍層 對不對 那卷積合 卷積層啊 它其實也可以看成是一種Poly-Connect 只是它在做Poly-Connect的前 它要先進行一個 就是矩陣的這個 就是轉換 把它轉成我想要的樣子 再進行Poly-Connect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啦 卷積合 它其實也是 就是 有沒有滿足那個 欸 那個 所有細節 條件有哪些 再放入我們的這個 這個 神經網路裡面 需要哪些條件 哪些條件 可為 欸你現在是不是 你是不是我 這樣講話就是可為啊 欸對不對 沒錯 答案就是可為啊 跟Poly-Connect的一模一樣嘛 對不對 那個 形狀的轉換那麼重要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那只是程式比較難寫啊 但其實 關鍵它還是可為嘛 對不對 好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知道 欸這也是一個新的 卷積神經網路的這個 卷積層 是一個新的Layer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往前 好那當你做完卷積之後 你一張圖 你一張圖 我是不是就可以設計 不同的卷積盒 那你說怎麼設計 欸 那個不是權重嗎 那就用反向傳播法 求就好了嘛 對不對 我們剛剛前面不是有 它既然是可為 然後它的卷積盒也是權重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用 反向傳播法去求了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邏輯都很通順吧 有沒有人就聽不懂 我要講什麼的 大家看來你聽不聽得懂 你有沒有辦法想像的過程 對 可以喔 好 說可以 等下練習二 那個題目 其實要你重現 卷積神經網路的整個過程 我知道你們現在沒有辦法training 沒有關係 我等一下還把 我training好的model給你們 然後請你們 你們predict他媽總行了吧 不然我們等一下來試一下 他predict不可以 好不好 predict應該不會壞 好不好 那這個 等一下大家來試試看 怎麼樣重現 那個卷積神經網路 虧疑的過程 就是 你往前算一次 過程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你往後算就算了 好不好 往後算就算了 好那那個 卷積完了以後 現在是不是有高階特徵了 對不對 有高階特徵的時候 現在有什麼問題 這個高階特徵我問一下 這個 1他在畫下 覺得我現在要找一個直線 找一個直線的這個 覺得我現在有一個 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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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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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掃描的時候 我是不是想要找 這樣子的直線 從上到下的直線 可以接受吧 我是不是在這裡 往下移一格 往下移一格 這附近是不是都是 因為他畢竟就是 1的一個連續 對不對 他是不是 我只 因為我只 第一個像素 我在做的是卷積嘛 對不對 他是不是充滿著 這個 我們叫做一個 好不好 什麼叫做 就是 其實 老實講 這裡只要有出現 就好啦 他出現幾個 1有這麼重要嗎 好像沒那麼重要 對不對 聽得懂 我的意思嗎 我們換個講法 就是 這張圖裡面 在這個地方 畢竟是柯米薩爾臉 對不對 所以在 柯米薩爾臉 在這附近 捲機器在認柯米薩爾臉的時候 這附近會有一堆 科針土在那邊 數字都很高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我的 如果可以想像一下 我現在拿這個小框框來掃描你們 在那個 柯米薩爾臉附近 他數字都應該很高 當然正中間是最高的 但是 這附近應該就很高 那這附近那麼高的 數字 其實我們解析度 不用那麼高 我換個講法 就是我們不需要這麼高的解析度 去認那個人在那裡 壓到柯米 所以我們還需要知道 另外一個 層 這個層叫做 Pooling Layer 欸靠 Pooling Layer 原來是在下面講的 捲機啦 就是 你要去認 左上到右下斜線 XX 或是右上到左下斜線 這個都非常簡單 你總是可以設計 正確的捲機盒去捲機 捲機完結果 你可以看右邊 他有很多高階特徵圖 大家注意一下 捲機盒 這個東西 你可以捲出幾張高階特徵圖 你可以捲很多張喔 這個一個捲機盒 這個一個捲機盒 就相當於一個成績圓 對不對 那你可以同時有 非常多個成績圓 對不對 欸這個 對我們來講 還記不記得剛剛 我們那個矩陣長 什麼樣子 轉換之後的矩陣 4乘4對不對 可以接受了 那他乘的矩陣 剛剛 一個捲機盒的時候 就是4乘1嘛 對不對 我要10個捲機盒怎麼辦 這個還不簡單 我反正就1秒10嘛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就10個捲機盒了 那我之後再想辦法把它拼回去而已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那所以其實我們捲機盒啊 可以有非常多個喔 多個捲機盒有什麼好處 不同的捲機盒可以負責不同的形狀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就像說 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叉叉 有一些是斜線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你說 誰負責什麼 我預先指定的嗎 欸不是 跟隨機 所以要隨機嘛 對不對 你說隨機起始值 如果我每一個起始值都一樣 那他就會都負責同樣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捲機盒完了之後 下一個就是要經過Pooling Pooling非常簡單 就是我現在有一堆 有一個高階特徵圖啊 那我主要說 有兩種方法 Pooling 兩種最常見的方法 第一種方法 就是 把 一個2x2的格子裡面 欸這個 這個Pooling的這個 Colon size 只是他的這個大小 也是可以變化的喔 你也可以用3x3的去Pooling 就你3x3為一個單位來Pooling 你見得要2x2為單位來Pooling 好不好 那你可以找最大值 最大值的意思是什麼 它的 數學的意義是什麼 也就是 我啊 找出 這個 假如說 在這個教室裡面 我們就找出 最像 這個 最像 假如說 可比嫂的這個 特徵最大的那個值就好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教室 我們就選出那個 整個教室裡面 最像的一個值就好 那最後我就可以組成一個 新的特徵組 那這個N解析度 就是比較 這個低一點 但可以涵蓋範圍就變大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說 我們啊 第一個方法就是可以用MaxPool MaxPool就是用最大值來Pool 另外一種Pool的方法是平均 AveragePool AveragePool啊 跟這個MaxPool 最大的差別在於 根據你要做的任務啊 這個 欸 你的這個 就是你要Pool的方法 恐怕是一樣 我這邊舉例子 舉例子 比如說 我這個 我都做心電圖研究嘛 對不對 這個 我講的是 理論上喔 不見得做出來實驗 真的跟我想的一樣 就是說 我們可以這麼想 如果今天啊 你要偵測的是一個 特別的心率不整 他突然就是 跳了一分鐘 有一跳是怪怪的 那你要Pool的時候 你要抓這種任務的時候 你是不是用MaxPool 應該是比較好的 這樣可以理解我意思 但是如果今天想要看的是什麼 假裏脂濃度 這假裏脂濃度 他不可能突然變高啊 對不對 他應該在這一分鐘裡面 都是穩定的啊 所以如果有一跳 莫名其妙的雜訊 我MaxPool是不是很容易就 被他干擋 所以如果對於假裏脂的話 我就會覺得 用AveragePool好像比較好一點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所以這個根據你的研究任務不同 你對他的理解 你要用的這個 你要設計的這個網路的這個 結構可能也不太一樣喔 欸我們現在有沒有發現啊 因為我們學到的這個 層數就是 就是我們叫這個 Layer有點變多啦 對不對 所以開始創意可以發揮喔 本來你們都只會 Fully connected 這個Reduce 然後 在Fully connected 的Reduce 你都裡面加個Drove Out 對不對 那現在你會發現 欸他開始的變化有點多啦 選擇有點多 這樣可以理解喔 好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那捲機器如果連續堆疊 我先抓到 簡單的特徵 我可不可以把簡單的特徵組合成 複雜的特徵 欸可以喔 你可以想喔 如果一開始抓的是 眼睛鼻子耳朵 並且我把這三張高階特徵組 疊在一起 那同時出現 眼睛鼻子耳朵的 是不是就是臉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那如果 這個眼睛的那個捲機器 它掃到的是一個雜訊 看起來很像眼睛的東西 但是沒有鼻子跟嘴巴support 那它是不是就不是臉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同樣的 如果鼻子的捲機器掃到一個雜訊 在那邊看起來好像鼻子 但沒有其他東西support 它是不是就 我們就可以說它不是臉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啊 堆疊捲機器 它的 數學意義 就是啊 我現在要堆 我要滿足很多條件 我才可以說它是什麼 那 越高階的 越往後的這個堆疊 越 越往後堆疊的這個捲機器 它就可以認越複雜的東西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在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是認 線條 接著我們就可以慢慢的認一些 比較高階的特徵 再往後就可以認更高階的特徵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 我們啊 如果想要透過辯證比較複雜的東西 就像貓阿狗啊 貓阿狗 你現在可能會覺得 欸這很簡單啊 欸不不不 你們已經開始寫成字了 所以你們一定會覺得 欸其實要辨識貓狗 這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就是 你去講給別人聽的時候 你會覺得 靠貓狗這個有什麼難的 對不對 欸 你們現在做不到 對不對 很難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要怎麼 來自己製作一個捲機神經網路 看著喔 看著我怎麼做喔 好這個數學的過程我們跳過了 好不好 總之就是它可微 不管是 convolutional layer 或者是pooling layer 它都是可微分的 這樣可以理解 欸 那個pooling layer 非常容易引起 平均數有什麼好不能微分的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好 欸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練習二 練習二先來做一下 練習二非常簡單 練習二不需要 MXnet的資源 好不好 練習二只是要讓你 模擬一下捲機器到底在做什麼 好不好 請你啊 請你這個 欸來你看一下 我們先把這個檔案讀進來喔 欸不過大家注意一下 等一下我會想辦法修一下那個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會想辦法修一下那個 MXnet到底發生什麼事啦 這個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這張圖 如果我們 現在這個捲機盒是什麼 周圍都是-1 中間是-8 這個捲機盒是在捲什麼咧 我們來看一下 欸你發現什麼 我覺得這有點不是很清楚 我們把它放大好了 你發現他白色的地方是什麼 欸白色代表數字大嘛 黑色代表數字小嘛 對不對 你發現白色的地方是什麼 白色的地方是不是圖形的邊界 你有沒有發現他好像似乎把邊界描出來 對吧 欸這一個捲機盒 就是專門用來 專門用來 欸這個捲機盒就是專門用來找邊界的 欸大家來想一下為什麼 欸因為啊 如果邊界代表情 就是左右或是上下變化很大 對不對 如果他上下左右 都數字都差不多 那中間的那個數字 跟旁邊的數字就會完全一樣 加起來 就 你看他旁邊那邊不是8個數字嗎 那8個數字加起來 減掉中間的8倍 那應該就是幾乎是0吧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這個捲機盒是拿來捲 這個捲機盒 就是拿來找出 呃邊界的 那如果 你改一下這個捲機盒 就可以設計一個叉叉的捲機盒給他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先來試試看好了 設計一個叉叉的捲機盒給他 好正1 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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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是一個叉叉的捲機盒吧 Enter 什麼屁都沒有找到 好看起來 看起來就是比較 看起來就是比較那個 叉叉 他可能就是 整張圖 你用叉叉去找他 他找起來 就是幾乎沒有改變 那就是幾乎什麼都沒有找到 這樣叉叉在這裡面沒有什麼用 欸可是你們還可以試一件很有趣的事喔 就來說我先用這個捲機盒捲完之後 是不是有個new image 可以理解嗎 new image 現在是不是長這樣 好那我在這個 背上這個東西啊 我再來把 就是我把我的這個 就是我在背上我的new image 繼續往下捲機 那我不要捲這個啊 我就這次就捲 我這次就來捲XX 好我這次就來捲XX 好我們來試一下 欸 好啊算了算了 這個大家自己試啊好不好 大家先來玩一下好不好 然後試一下其他捲機盒 那我先來修一下這mxnet的問題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欸我們剛剛已經交了捲機成功網路了嘛 對不對 可是我們還沒有實際操作 實際上我們要怎麼操作咧 欸那個等一下 我建議大家就是 雖然說就是 你們跑的那個model 可能因為 他的梯度不會更新啊對不對 那雖然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還是建議大家 這個可以完成那整個過程 因為訓練不出來是一回事嘛 對不對 但是那個 欸就是 你還是要讓他整個跑得起來 這樣等一下我們解決那個問題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這個 你才有辦法學會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一步啊 首先 我們本來是把data的輸出格式 是把它改成 呃 784x20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就是我們本來的輸出格式 是784x20 現在我們說 我們要讓他以矩正的形式 進道成另外一路 所以我們想要從 784x20 784x20 把它改成28x28x1x20 好為什麼這裡需要一個乘1咧 我們來看一下 蔡龍漢能不能認真聽 來 為什麼這裡叫乘1 784x20 因為它是 今天我們是黑白圖嘛 對不對 哪天我們用彩圖的時候 這裡就成3 對不對 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要怎麼把這個 改成這個咧 我們在Iterator這裡 來大家看 在Iterator這裡 我們就改一行就好了 來我們就改這一行而已喔 來我們本來的Iterator 本來Iterator 在下來之前 我們把我們的 ValueX的Dimension 直接強迫它改成 28x28x1x 這個 這個就是 SampleSize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現在按下 Source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效果喔 我們一樣在 Reset Iternex之後 然後我們把MyValue拿出來 好你看我們現在 Data的 Dimension 欸它就28x28x1x20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一樣 我們來畫圖 我們把那個28 第28 第4個維度的那個20 把它看第一張圖 看圖 8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所以大概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喔 好那接著 接著我們 OpMiner 部分是完全不用改的喔 OpMiner 本來是什麼就是什麼 這不重要 我們現在只要改 Arctature就好了 好怎麼改 來看著這個Arctature 好首先 首先Data Input 進來之後 對不對 它是多少 28x28x1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接著它經過第一層的卷積核 這裡我設置的參數是 Curl size 5x5 代表我是用5x5的卷積核去捲它 這樣都有意思嗎 就是我們的JCurl size 它是5x5 這樣可以接受喔 那5x5 那我們有幾個fighter勒 10個fighter 可以接受嗎 10個fighter 10個fighter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 最後出來 類似十個成績圈的意思嗎 最後出來的特徵圖的高度是10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捲完之後 會變成24x24x10 這個可以接受嗎 想像得出來嗎 為什麼 因為一個28x28的圖 這樣經過一個5x4 如果經過一個3x3的這樣掃 掃出來是不是一個字 這樣可以接受 那它動幾次 它可以動幾次 兩次對不對 所以一個5x5的圖 被一個3x3的fighter 掃過 出來的特徵圖幾成幾 3x3 這樣可以接受嗎 一個7x7的圖 被一個3x3的卷積核掃過之後 出來的特徵圖多少 5x5 那你們發現規律了嗎 Curl size-1 它會減少這麼多個位置 一個3的Curl size會3x3的 它就會減少2 兩個 它邊界就會少2 一個5x5的呢 掃4 所以28x28會變24x24 可以接受嗎 會掃5 因為你是5的Size 就掃掉4 這樣子 好 那接著因為你有10個 這個 Curl size Fighter Fighter 的Number數有10 對不對 所以你會變成24x24x10 這沒有問題吧 好 如果你沒有問題的話 接著 這10張 我們總共要經過 非線性轉換 這個 因為剛剛那個東西 不就是Fully connected嗎 Fully connected 需要非線性轉換 好 所以我們 接著我們會需要 把 這Curl size 經過 relu 變成relu 1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接著再 破一次 這破的時候 我們是 把 我們把 每4個數字 破成一個數字 這樣可以接受吧 他絕對不可能 跨特徵的去做 撲偶 這個可以理解吧 我們 同一張特徵圖 就在同一張特徵圖上 撲偶而已 絕對不可能往上下撲偶 上下撲偶完全沒有意義啊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 在24x24 經過2x2的Pooling layer之後 會變成12x12x10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沒有問題 我們繼續 第二層捲機盒 來 Curl size又是5x5 20個filter 這樣過完之後 他會變成 8x8x20 這沒有問題吧 好 注意的是 前面的捲機器的權重 來 後面那20我們不管 來 你現在的 你在掃描 28x28x1的時候 你的filter數目 是不是就是5x5x1 可以接受嗎 你的 不是filter數目 你的 那個unit的數目 是不是就是5x5x1 因為你要掃描的那個圖是一圍 就是那個不叫一圍啦 就是高度為1的嘛 對不對 那如果因為你現在的高度裡面是10啦 所以他的 每一個 kernel size kernel的這個 這個 參數 總數 是不是就變成 5x5x10 可以理解吧 好我們換個講法 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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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沒有看過你啦 如果你今天要掃描 就彩色了 那你覺得一個5x5的 cernel size 他的 參數總數是多少 好 完全聽不懂我愛講什麼 好來來來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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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一個5x5的 我們現在有一個彩色的圖 那這彩色的圖可能是 256好了 256x256x3 那我現在要設計一個卷積核 讓他去看看 這個卷積核 就是讓他產生高階特徵圖 我設計的kernel size 是5x5 那請問一下 我這個卷積核 他會有多少參數 我要問了這個問題 你感覺出來是 5x5x3嗎 對於每一個kernel 我們現在不然叫kernel好了 他應該都要有個5x5的kernel去掃他對不對 但是每一個kernel都要有啊 所以他有5x5x3的參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每一個數值都是要代解參數啊 都要求啊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如果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第二層卷積了 他的input已經是12x12x10了 對吧 那再經過一個5x5x5x5的kernel 他的參數數目是不是就是5x5x10 因為有20個filter 所以後面又有20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們這裡的5x5x10x20 代表是總 這個卷積層 他的總代解參數數 這樣懂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到時候 我們model跑出來之後 這一層的 他的shape就是5x5x10x20 這樣可以理解吧 可以理解哦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20張高階特徵 先經過reliu reliu簡單嘛 就全部0以下就去掉了 對不對 好接著 這個 再經過pooling變4x4x20 好接著 那眼睛的2層4層晶圓就過了 我們接著再讓他 進行 把他全部重新排列 4x4x20總共320對不對 把他壓平 經過兩層卷積合之後 我們最終還是想要用polyconnetic 所以我們還是把他壓回了這個形狀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一個動作就是壓平 壓平這個形狀之後 後面就是兩層polyconnetic的連接嘛 對不對 這就沒有那麼難了 可以接受 好那最後softmax出去 所以我們的神經網路 到了最後一層softmax出去之後 我們就要lenet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後面就是 既然是softmax output 他後面的loss function 一樣也是用softmax 那個mlog loss 這樣可以接受 後面就完全一樣了 好 你反正我只有改了這兩部分 我現在就可以按run 我來按run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好那我們不管了 反正就是可以做了好不好 那我現在要想個辦法把我的這個就是 呃 欸你們我們有損點嗎 好像沒有 那我要怎麼把我的參數給你們 好沒有關係 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把我的參數給你們了好不好 那我先我先找一下我的參數在哪裡啊 我的lenet我總是會有存吧 我總不會沒存吧 我總不會沒存吧 好最簡單的方法應該是 我把這個 呃 好等一下那個 等一下過來這邊一個一個開帳號嘛 對不對 我們先開就是我直接幫你們上傳上去你們的那個project裡面啊 好不好 這樣應該是最簡單的方式啦 好那我們等這個訓練完之後 我們先給大家 大家 大家雖然說訓練那個loss不會降 但是至少要開始訓練啦好不好 先給大家玩一下 啊我不知道大家這個看到這個 有時候可以有時候不行感覺怎麼樣啊 應該是覺得 這個很神奇啦 對不對 我現在還搞不清楚確切的問題是什麼 呃 我個人認為 呃 蠻有可能其實根本就不是程式寫錯了 就是有可能是 就是我們這次遇到T2消失問題啦 那為什麼會遇到T2消失問題 這個 這個 呃 就是如果你遇到T2消失問題 就是你有時候其實只是可以 有時候是不行的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就是 你就會沒辦法重現那個錯誤 然後你會覺得按一按就可以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就是 如果我們想要就是 做 就是 如果我們想要做這個 就是LENET的這個 重現它的推理過程 大家知道這個網路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你可能需要用這種方式來 重現它 好就是你現在有一個 primeter是你的 model的primeter 欸 啊我的model 我剛剛不是訓練完了嗎 欸我剛剛不是訓練完了嗎 好 好我model的primeter我已經足進來了 那接著我這 我就可以把 這個primeter拿到 好 TESTX這個可能要讀一下檔案 誒 我還沒執行到TESTX呢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這個 誒 為什麼為什麼我不行 喔 是不是一樣在這 這個 好這個input 這個input 現在 現在它的是 這個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用image秀把它秀出來 好這是一個0嘛 可以接受嗎 這是一個0嘛 好那接著 我們來把它 做這個convolution convolution我要做的時候 我們要先知道convolution的output 它應該是24x24x10嘛對不對 那它的每一個格子 你這樣每一個格子 你都要分別球 那你要用什麼球勒 你需要用 input的 欸 第一個數到第五個數 第一個數到第五個數 然後去乘以它的convolution1的filter 再加上它的bias 這樣你才可以得到一個 convolution的這個就是output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這個回圈執行完了之後 這個convolution1output 好這個就是它的高階特徵圖 對於第一個卷积器來講 它抓到 喔幾乎都是複數欸 它幾乎沒有抓到像樣 它只有在這邊比較大 可是問題是 複數沒有用啊 因為過了radio之後就0了嘛 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接受 那第二個特徵圖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特徵圖比較多正數啦 喔而且在中間就有一些比較多正數了 好那我們接著經過radio之後啊 就是把小雲的變0嘛 對不對 接著我們再經過一個pool 這個pool的output 它就比較好一點啦 欸你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 第一個 喔第一層特徵圖它全部都是0 對不對 第二層特徵圖有一點點數字 但這數字不大 這9啊多少而已 第三個特徵圖 欸有到5 7的邊間有一些東西 欸第四個特徵圖 這第四個特徵圖感覺就比較像在認0 對不對 因為你看 他這個 呃0的 0這邊有非常多這個東西 被他用幾百的數字捲出來了 對吧 好那我們繼續 那 第二個convolution 你第一個convolution會做 第二個convolution就會做啦 好不好 欸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大家這個 如果說就是因為上課時間比較少 我是比較建議大家回去 重複一下這個過程 一行行看 對不對 看一下 他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樣 這樣了解吧 好 那最後到 這個convolution pool2結束之後 要那個要做這個就是 欸 這個 這個 forry connected他就沒有那麼難了 好不好 好我們直接到 softmax output 好 好 那他幾乎百分之百是0 對不對 剩下的幾率都是10的-100多次方 所以呢 代表他幾乎AI就幾乎百 有超過99.9%的把握 認為這是一個0這個數字 這樣可以了解齁 好那我們大概 我們大概這個練習三大概就是這樣 好練習四我們要做什麼欸 練習四是 就是因為大家反正大家竟然也跑出來嘛 練習四做起來就會有感覺 就是我們現在手上有樣本數就是幾萬而已嘛 對不對 那 欸我們手寫數字幾萬可能是夠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 這個 這個 像大家之後說數字論文啊 應該都是做這個醫學影像 對不對 醫學影像你要收到1萬都非常困難啊 對不對 那個大家都有參與這個印竹的meeting嘛 對不對 現在樣本數多少啦 有沒有講一下 40 聽到了嗎 40啊 這個 我也覺得醫師標註的很辛苦啊 我們等一下聽聽你講一下那個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好了啦 那這個 40 你有沒有什麼辦法把這個data做一些擴增呢 你最簡單的想法就是 這個 這個貓啊 你有沒有發現 不管用什麼view 你是不是都看得出這是一隻貓 可以理解 他在做什麼 他random crop 對不對 就是有一張圓圖 你把他就算把他截到 不小心把他臉截掉了 我還是看得出來啊 我還是看得出來啊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啊 同樣的數字也是一樣喔 我就算把他周圍做一些切割 那也不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現在 有一個這樣的大小的圖 我們希望隨機的 把隨機框這裡 他也是一個E 對不對 這裡也是一個E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random crop 就隨機的採檢 那隨機的採檢我要怎麼做呢 OK 在這個 在這個 Iterator的地方 我們非常容易可以做到 我們剛剛是到 28x28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把它改成 我們隨機的決定一個 raw的sequence 跟隨機的決定一個 column的sequence 那 決定了以後 決定了以後 我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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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把它這個 就是 我就可以把它改變 它的維度 本來是28x28 我把它改24x24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把28x28 改24x24啊 這樣子 它的圖是不是變小了 對不對 它的每一層輸出 都會做 有一些相對的改變喔 不過沒有關係 這個網路還是能夠照用 對不對 好只是說我在輸出的時候 我先把這個模型訓練一下 好我這樣改完 這個model 就可以直接訓練囉 好這個就可以直接訓練喔 我幾乎什麼都沒改對不對 因為我只是把這個圖變的 就是在它 就是 丟進來的過程中 改它一些隨機的處理 對不對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但是我在預測的時候啊 給大家想一下我在預測的時候 這個 這個是我在解釋說 其實 這個 就是 Original的圖是這個樣子 那它的 左上角的圖長成這樣 左下角的圖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在預測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常用的技術啊 就是 這個叫 CAN CROVER EVALUATION 它什麼意思咧 就是我原圖一張長這個樣子 可是 因為我的model 是CROVER之後的結果 那我原圖我又不可能CROVER一張就代表它 對不對 所以它用它的 左上 右上 左下 右下 中間 這五張圖 預測結果的平均 來代表它 那如果是一般的貓啊狗啊之類的 它有 它可以允許它做水平翻轉 所以會水平翻轉之後 總共十張圖 去做平均 這樣懂的意思嗎 可是手寫數字辨識我不能水平翻轉啊 這個四翻轉之後還這樣數嗎 不太像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是沒有做水平翻轉的 但對於很多證物 醫學的也是有很多不能水平翻轉 對不對 這個 不然人家就說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心臟怎麼跑到右邊啊 對不對 這個 所以醫學影像有些是不能水平翻轉 但是 對於這個 很多影像來講 它是可以水平翻轉 那我們就可以做10 CORP EVALUATION 那如果不能水平翻轉 就5 CORP EVALUATION 就好了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5 CORP EVALUATION 我們要怎麼做啊 喔靠原來是我是叫你們做啊 好不好 來叫你們做 沒關係我先把它做完了好不好 然後我等下 我等下一邊debug 一邊來看大家怎麼做好不好 欸我還沒預測完啊 這麼久 好跟大家講要怎麼做啊 基本上你就是把檔案讀進來之後 然後你把它變成 X1 X2 X3 X4 X5 然後根據它的 像這一張是不是左上到 左上到這個 左上的那張 那個view 可以理解吧 那這一張呢 右上的view 左下的view 左下 X軸 X軸是右邊嗎 對 這是右上的view 這樣可以吧 然後 左下的view 那個 右下的view 然後跟中間的view 這樣可以理解吧 這個編號你們可以理解 我就是在選那個矩陣的某一個區間嗎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那這樣子 我把這五個的結果做出predict Y1到Y5 那接著我是不是就可以把他們全部相加在除以5 這樣就是取它的平均嗎 這樣可以了解吧 取它的平均之後 後面的過程就完全一樣了 好 所以說 我們的這一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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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orp Evaluation 大概就是在講這件事 我們今天啊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課上到這裡啊 啊那個等一下我們再來這個 這個 這個修改predict函數大家可以參考 就是反正 你修改predict函數 你以後當然就比較方便 好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今天到底教了什麼 好不好 那個bug的部分 我們會想辦法解決 我們今天教的重點 就是這個 卷機神經網路啊 他比起這個 多層感知機 在圖像上面 你們應該感覺出來 他的performance 有明顯的提高吧 對不對 那些又跑出來的人 應該都明顯的提高吧 對不對 那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他更像我們 我們 現在 暫時人類的技術啊 超過人類還有點難 對不對 我是指說 我們現在教學當下所用到的技術 那個 隨著我們課程越來越後面 你會發現人類的performance 在新的技術面前不值一提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是目前為止 我們還是盡可能學習人類 總是要先模仿再放心嘛 對不對 那這個 這個 卷機神經網路 他確實因為模仿了人類的眼睛 所以說他performance 有非常高的提高 在視覺領域上面有非常高的提高 所以這是可以理解的 那另外就是大家 這個最重要的是就是 這節課最重要的是學會 如何使用卷機神經網路嗎 然後學會了 convolutional layer 跟這個pooling layer 兩個新的layer 對不對 對不對 好那我可以跟大家講 下一節課我們會 想辦法來做 實驗來解決這T度消 T度消失問題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的上到這裡